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过年 你也不守一守 竟然俊王笑道 怪不得吃过饭他就告辞了 只留下婢女随从们和他们的人一起守夜 还以为他是回避呢 原来是睡觉去了 成交娘问道 你怎么不去睡 昨日下午已经睡过了 晚上虽然没睡 现在倒也不困 多谢你的茶汤 柳哥睡得很好 我是在看了 还在睡 成交娘略一失礼 没有说话 戴上兜帽 抬脚迈布 静安俊王忙问道 你去哪儿 我去走一走 还要走 心情不好的时候走一走 那 难道总是心情不好吗 静安俊王微微皱眉 抬脚跟上 昨日心情不好 昨日心中有事 未记心看 此时看去 那女子的神情 的确跟以前不同 虽然神情依旧木然 但眼底的萧索 藏也藏不住 这 不会仅仅是因为 他被家人离弃的缘故 他喊道 惩罚 成交娘回头看他 静安俊王看着他 问道 出什么事了 我的事 我的事 出了事 但是是我自己的事 所以不会说给别人听吗 静安俊王走近几波 又安慰 却又不知道说什么 你看看我 我这么惨 他说着 笑了笑 伸手指着自己 是不是 会觉得世道 也不是那么艰难 成交娘看着他 摇了摇头 我 逼你惨 成交娘 还是摇头 至少 至少 你的家人都在 我比你惨 在 不在乎的 再多 也没什么 在乎的 只有一个 却没了 你 才一个 成交娘说着 话说一半停下 你才失去一个在乎的人 而我 她最终只是说道 我比你惨 喂 我们难道是要比惨的吗 连这种事也要比 这事到可真是太艰难了 静安俊王看着他 不吃笑了 笑得眼睛有些闪光 视线有些模糊 世上攀富比贵 论财真高 人人都想踩别人高一头 这样比谁更倒霉更惨的 还真是稀奇古怪 成交娘也笑了 方伯从 所以 你要知道 这世上 惨的人 不止你一个 世道艰难的 也不止你一个 都是这样的 只要是人 都难免的 所以惩罚 你必难过 静安俊王看着他 也是微微一笑 成交娘摇了摇逃 我不难过 难过不可怕 能难过 说明你还存在 不怕难 怕的是 不过 静安俊王笑了笑 伸出手 迟疑一下 拍了一下他的肩头 一下便忙收回 副手先一步向前走去 成交娘抬脚跟上 半琴披着斗篷追出来的时候 山路上那二人 一前一后 已经走远了 他忙喊道 曹大叔 大叔 哎 曹管事在一旁应了声 半琴带着几分不安 四下看了看 压低声音说道 有人跟去了吗 那些人 还在四周吗 曹管事点点头 有人跟着 放心吧 娘子说得对 不用担心 要是那些人要动手 早就动手了 半琴点点头 忙跑着追上去 日近五十的时候 山路上车马几几 尊灌主领着灌中所有人 也都站在路边 神情哀伤 半琴将一张方子捧了过来 长江娘说道 这是安神的茶汤 既然 我不能治她的病 这些茶汤 给她日常用些 可以减缓她的烦躁 静安郡王点点头 一旁的学从伸手接过 他问道 你要去量住多久 还不知道 我能给你写信吗 可是 他自己大约也不知道落脚在哪里 你能给我写信吗 可是 深宫之中 怎么能送到 静安郡王最终点点头 他说道 一路顺方 一路顺方 成交娘屈膝行礼 静安郡王转身走了几步 又停下回逃 惩罚 哼 其实 我大约 也是想见见你才来的 说完这句话 不带成交娘说话 便大步而行 大约也是想见见你 伤心难过的时候 想要有这么一个想见的 也能见的人吧 半琴不由名字一笑 虽然苦了点 但 好歹 还能笑一笑 那边 静安郡王刚要上车 却见车上的二皇子跳了下来 盘山的笑着沿着路跑去 随从们忙要去抓住 让他跑吧 我跟着 他说着 果然不再上车 大步跟了上去 陆哥 慢点 别急 看着二人沿着路一前一后 一走一跑 身后车马随从呼吓着跟过去 成交娘也转过身 娘子 村贯主忙上前 神情依依不舍 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 太平冠 都给你日日收拾好 谢谢 谢谢孙贯主 成交娘点头道谢 半琴扶着她上车 车马隆隆向西而去 孙贯主一直在路边 站到看不到影子 出城十里后 半琴掀开了车帘子 草管事立刻随马过来 成交娘说道 草贵 你回去吧 送金千里 终须一别 草管事的脸色满是犹豫 她低声说道 娘子 那些人还跟着呢 没事 他们要是想动手 早就动手了 我想 他们应该是轻易不愿意惹麻烦的 草管事点点头应声是 看看正月初一 空荡荡的原野大陆 孤零零的 只有他们一行远行人 怎么看 都有些凄凉 她说道 娘子 我还是跟去吧 你这样走 我真不放心 成交娘收回了嫁妆 因为要出门远行 不能照顾 总不能荒废着 便让草管事留下全权负责经营 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草管事又是惊喜又是忐忑 惊喜的是 她竟然被娘子 为以如此大权 这些个铺子田庄 是她亲自接收盘点的 有多少收益 再清楚不过 忐忑的是 一下子 成为这四个产业的大掌柜 这是在以前 在周家 想都没敢想的事 后来 一想京城里 管着那三个产业的 小丫头半钱 她也就稍微镇定点了 那小丫头可比她小好多呢 难道她还不如一个小丫头吗 只是 留在这里 不能护娘子 按前满后的打点 心里还是很不安 这些产业 都是娘子筹划得来的 她去奔波辛苦 她们就在身后安享生意 怎么想都觉得不合适 承娇娘笑了 不合适 你也说了 这些都是我筹划来的 并没有靠你们 那么 没有你们 我依旧能够筹划奔波自如 你还担心什么 曹管是善善的笑了 跟在我身边 你做的事都是我安排的 是你做还是别人做 都没什么区别 承娇娘说着 伸手指了指身边的其他随从 见她指过来 随从们顿时下意识的催马上前一步 挺胸抬头 就差将那句 看到我看到我喊出来了 曹管是不由失效 他们都可以的 承娇娘说着又看着曹管是 但是我不在 这里就需要人了 需要一个能看住摊子 自己能做主也敢做主 还能不胡乱做主的人 曹管是不由也挺起胸膛 抬头 我 说我呢 夸我呢这是 所以 你跟在我身边 才是我不放心的 你留下来 你放心 我也放心 曹管是带着几分激动 端正了神情 重重的点头 他重重的说道 娘子 你放心 小的一定不如使命 怎么也得比京城那个小丫头 要做得好 半情寒笑放下车帘子 陶管是转头 要再次交代随从们 随从们笑着将她围住 曹哥 你也太霸道了 你已经得到了 还想站着路 兄弟们 还等着成事呢 这就是 你就安心的当你的大掌柜吧 别再想跟我们争了啊 你好好干 别不如京城那个大姐 接着男人的脸面 曹管是笑骂几句 你们好好的 听娘子的话 做什么都要干净利索 钱交给我 人就交给你们了 都好好的 好日子 可等着呢 可不是嘛 自从跟着这娘子 日子过得可真是舒心 不用思前律后 揣测主家真实心意 那种说打就打 怎么就怎么的畅快 可不是金钱能换来的 大家哈哈笑着 抱拳应声作别 大路幽远 天空情长 院子里高通是伸手 空中一只鹰扑朗落下来 他转头问身后的嘴层 果然没致 是 那娘子说 亲王殿下 并不致死 而且好得很 这衰傻 不是他致病的规矩 所以不致 呦 还真说规矩啊 高通是笑道 将手中的鹰交给蒲层 一面擦手 一面抬脚脉布 随从天游加醋地说 规矩也就是治不了 当时郡王都气疯了 差点打了那娘子 问那娘子是规矩不治呢 还是治不了 那娘子一点也不怕 说规矩就是治不了 治不了才立了规矩 所以说 这些什么神一神棍的 可能把自己摘出来了 怎么说 最后都是他们有理 守规矩好 守规矩就好 去哪里了 去梁州 好像是找什么人 都是不听话 自以为是的小孩子呀 这大姑娘的就胡乱的出门 总觉得家里不好 闹点别扭 就一副屁股还柔 有这样的孩子 家人也都是头疼啊 是 那咱们的人 回来吧 咱又不是成家的人 还得管着 护送他家的孩子 嗯 呵呵呵呵 是 人手 走去郡王那里 好好地相护着 唉 也不想想 真要在外边出点什么事 底下和娘娘 心里会多难受 本来就不好受 你们可看好了 他们钓一根寒毛 也不许 就像对于那些弱兽家宠一样 对于弱者孩童 他一向是很富有爱心的 随从应声士退了出去 高通士副手在身后 夺着四方步 横唱着好事进 慢悠悠地而去 正月十五 不止京城上元佳节热闹 天下所有周府县村都是如此 看着这个小城里堆积的登山 虽然比不上京城那般精巧 但想来 晚上点燃时 也必然摧菜生辉 很多孩童围着登山笑闹 站在兴安俊王身边 被牵着的二皇子 也啊啊地喊着要过去 兴安俊王便拉着他过去 二皇子围着登山 笑嘻嘻地转着看 然后便伸手去扯 一旁的店铺掌柜顿时心疼 虽然看着这些随从相互的二人身份不凡 但还是去阻拦 他委婉说道 哎呦官人 我们这晚上还要用 好些人费了半月的心血呢 竟然俊王点点头 上前拉住二皇子 低声的虎圈 四周的人 都看着这个脚步蹒跚 一颠一颠 流咸水咧嘴傻笑 目光神情呆滞的孩童 认得出是个痴傻儿 再看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温柔呵护 不由满是好奇 掌柜的忍不住问道 这孩子 这孩子 是个傻子 这般直白的回答 倒让掌柜的神情善善 他是个傻子 但也是我的弟弟 柔哥 我们去前边看 前边还有更好的 嗯 嗯 嗯 孩童啊啊呀呀的 不知道听懂没听懂 歪歪斜斜的向前走 把一个傻儿养这么好 看得这么亲的 还真是第一次见 哎呀 看着走开的二人 掌柜的摇头感叹